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9日 星期一 近日 中共的武漢肺炎病毒 疫情再起 現在很多地方就出現本地感染 只是江蘇省已經有80多宗 很嚴重 所以 現在大陸是覺得 進入災難的狀況 上個星期 爆出南京 六口機場大規模染疫 之後 裏面的旅客 擴散到全國各地 有去到東北 有去到北京 有去到河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江蘇 浙江 上海 四川 基本上病毒走遍大江南北 還有張家界 媒體報導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公佈數字 81例 其實這個 我相信沒有人相信 這次 江蘇省疫情由南京的六口機場 逐漸移到揚州 一說到揚州 大家也知道 早10天 煙花 登陸揚州 上海等地 也是在寧波 杭州登陸 煙花7月下揚州 這首詩 叫做 故人西池黃鶴流 煙花3月下揚州 7月再下 也挺有意境的 江蘇省有38個病例之中 南京市有兩例 揚州市有36例 就是說全部的個案都是揚州 現在 由7月20日到現在 江蘇省說累計了554宗本土病例 其中揚州市最多 是308例 那究竟為甚麼揚州會那麼多呢 另外河南也是 經過大水之後 鄭州市 的防疫記者會中也指出 鄭州市 已經累計123宗本土確診個案 並出現8次檢驗後 才出現揚州的高隱弊確診病例 即是說 連續檢測7次都沒事 第8次才是陽性 為甚麼呢 這個病毒這麼狡猾 跟中共一樣 我們繼續 說說中國的疫情 中國可以說疫情再起風雲 大家記得 支持Lokok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已經 準備好為大家 時刻也提供一些新聞 希望大家like和share 多些傳閱 當然要多點留言 建設性留言 擊抹我們的Facebook 現在 這個武漢肺炎可以說是越演越烈了 這個 楊州 江蘇省一個很出名的地方確診了 現在病例超越南京 官方坦言當地的疫情進入集中爆發期 微博上面 說的是今個月7日 即是前日 有網友拍到 整條村 連夜都要轉移 怎樣轉移呢 整條村要搬 這個媒體 就是大陸的媒體報導 江蘇 疫情嚴重 最嚴重的就是 揚州市 現在 除了揚州市之外 還有淮安市 宿千市 以及南京 現在基本上 整個疫情 由南京變成中心 逐漸轉移到揚州 很多 揚州附近的村 例如這個揚州市灣頭鎮聯合村 整條村被官方連夜轉移到其他地方隔離 很多大的巴士 趁著天都未光 靜靜靜地駛出街道 當地的村民帶著一大包行李 由防疫人員驅趕他們上車 正宗就好像那一手兵居行 被驅不宜犬雨雞 他們被載到哪裏呢 不知道的 不知道會不會直接賣掉 除了這個之外 揚州也在市內 有大規模的檢測 不過 大規模的檢測 意味著 有機會大規模 爆發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很多人就說在這個檢測之中 就是 確診了病例 因為 他們是一大堆人在排隊 一大堆人在排隊檢測 令到 檢測的人 中招 這次 這個Delta的病毒 可以說是 殺中共一個措手不及 我們之前做過幾節分析 關於這次的病毒 為什麼中共那麼緊張 小小事就要 穿封鎖 整個陣 整個縣 然後整個屎 甚至乎 一方好像上次廣州一爆發 就是有 幾百萬人 要做核酸檢測 大家想一下 幾百萬人逼上去做核酸檢測 人山人海 當時我們也拍過廣州的市面 所有人人貼人 那麼緊密的接觸 沒有病也變成傳染病 為什麼 為什麼廣州要搞成這樣呢 因為廣州是一個 南方的重貞 廣州 也是南大門 很多的 不同的批發 尤其是 跟非洲的關係很密切 很多非洲人 據說有30萬的非洲黑人 住在廣州 從事一些 買賣中國的服裝 電子零件 平價手機 這些都賭在 非洲 因為非洲 是落口 中國生產大量廉價的貨物 買到非洲 這次Delta變種病毒株 央視說疫情擴散得很快 沒有接觸 14秒就可以感染了 令到大陸是很害怕的 因為 如果 就這樣檢測 你去排隊 也有機會糟糕的 因為14秒就可以中招的話 你想想 你在排隊 跟旁邊左右 相處的時間是14秒 所以 那麼多人排隊做檢測 基本上 只要有一個人帶著病毒 整個 檢測的人 基本上全部都會出現了 當然啦 幫他檢測的護士 做了防護裝備 穿了保護衣 照說護士不會感染的 但是 護士不會感染的 其他人感染到 現在 現在 這個病毒 可以說 是真是沒完沒了 中共一手 搞出來的 真是糟糕 現在 不僅如此 其實廣州 都還沒有搞定 因為廣州現在仍然是 暫停很多場所 不准開業 廣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 全市的歌舞娛樂場所 迷你歌詠廳 上網服務所以及旗牌室麻雀館等 營業場所全部關閉 廣州 基本上 疫情是不是能控制到呢 雖然是能控制到 但是 他也是把這些被人群有機會聚咒的地方 的室內 所謂 密閉場所 因為他們的通風條件會相對差一點 人群造就容易造成病毒傳播 所以 這些 場所 全部都要關門 現在很多廣州人都說 很不容易的捱過一年 現在廣州又來 封第二次關 上頭一句說 下面就寫了一大篇 十分之不滿 當然 現在也不用上班了 地鐵 那麼多人 關閉這些也沒有用 為什麼不去關閉廣州地鐵呢 現在情況沒有辦法 中共 可以壞頭 統一頭 腳 統一腳 因為他也搞不定 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說回武漢 武漢去年 其實就是武漢肺炎的爆發地 去年已經大規模封區了 原來 在最近 8月5日 武漢已經對104個社區實行 整個封閉式管理 封鎖的地區 所有工作人員 以及裏面的人 只能夠止盡 不出 嚴格他們的人 不讓他們 真的有事也不讓他們感染出來 武漢已經是第二劑了 牛煉大爆發之後 武漢變成一個死城 變成一個生日物的名詞 現在 又來過 大家想一下 真是多災多難 武漢 鄭州 現在 是溫州 或者是揚州 以及南京市 所以 整個大陸其實是處於一個 極度緊張的狀態 我們看到外國 開始慢慢放寬 但是大陸就越來越緊 可以看得出 他們覺得這個病毒 會對他們構成致命打擊 甚至乎令到你亡黨亡國 因為如果人民再這樣下去 你沒有辦法生存 政府也沒有錢補貼給你們 沒有斗令也沒有補貼的 英國政府也補貼 日本政府也補貼 美國政府也補貼 西方民主社會 大部分都有用錢補貼一些受影響的災民 但是中國是為一個沒有補貼的國家 有得你死 這支我們先到這裏